生命科学 生态系统 二年级 在这一集中,我们将讨论生态系统中相互依存的关系。 动物依靠周围的环境来获取所需的食物,包括食物、水、庇护所和适宜的温度。 动物依靠植物或其他动物作为食物。 植物依靠空气、水、营养分和光来生长。 植物经常依靠动物兽分或四处移动种子。 不同的植物在不同的环境下存活更好,因为它们对水、矿物质和阳光的需求各不相同。 原因与结果 动物与植物 动物如何依赖植物? 动物如何依赖植物? 动物以植物为师。 植物为什么要依靠动物? 植物为什么要依靠动物? 植物通常依靠动物来受粉或移动种子。 为什么对动物而言,植物的繁草这么重要? 因为动物以植物为师。 因为动物以植物为师。 为什么健康的环境对植物这么重要? 因为植物依赖环境。 为什么不同的植物在不同的环境下能更好地生存? 因为它们对水、矿物质和阳光有不同的要求。 生态系统中的相互依存关系 非生物力量,包括温度、太阳、水的可利用性和海拔, 决定生态系统的主要生产者,植物和藻类,能够在哪里生长。 这些生产者反过来帮助定义特定的群落。 群落被认为是在特定的位置和时间互相影响的一组生物。 生物生存的栖息地可以通过环境条件来定义。 生态系统中的相互依存关系 谁决定初级生产者? 植物和藻类 谁定义了生态社区? 初级生产者 生态群落是什么? 群落是互相影响的一组生物。 什么定义了生态栖息地? 环境定义了它。 兽粉 一些植物是由鸟类兽粉,例如蜂鸟。 少数是由蝙蝠兽粉。 但是到目前为止,由昆虫兽粉的植物比其他任何植物都要多。 植物已经适应了许多特征以吸引传粉者。 鲜艳的花朵吸引蜜蜂、苍蝇、蝴蝶和飞蛾进入花蜜和花粉中。 有时,花瓣上的线条会引导昆虫向下进入花朵,或香气会吸引传粉者。 昆虫从一朵朵花到另一朵花收集花蜜,将植物的花粉传播到该植物和附近的其他植物的花朵。 大多数植物对水兽粉都不挑剔,并且都有开放的新花和鞭花。 昆虫在可以降落的任何部分,收集花蜜并将花粉带到另一朵花上。 原因与结果 兽粉 哪些动物可以帮助植物兽粉? 昆虫、鸟类和蝙蝠。 植物如何吸引动物进行兽粉? 它们以鲜艳的花朵、清晰的花瓣和香气来适应。 我们已经讨论了生态系统中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兽粉。 最重要的是,我们学习了如何使用因果方法进行研究。